那个记得 不解记得打个120啊 偶像请回答 你问我来答 大家好 我是樊智欣 乌鸦小姐与西一先生 终饰演陈陈 作为富二代的身份 到便利店打工 是一种什么体验 有哪些好玩的点 我觉得作为一个富二代 到便利店打工 它是一个享受生活 然后热爱生活 去体验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编剧把我安排在 这个便利店里面 然后是去撮合他们俩 去当这个助攻嘛 然后很多助攻的点 都在后面的那些剧集里面 那你什么时候 有空咱一起吃个饭 好啊 等我休息再说吧 谢谢 这两个 谢谢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晨晨和樊智欣最大的反差是什么 最大的反差应该是这个贫富差距 两个人的特质分别是什么呢 我跟晨晨很多的 比如性格呀 她有自己的恋爱观嘛 这些都是跟我特别像的 就是大胆去爱 你如果喜欢你就去说出来 最终晨晨是被学妹追求的笑草 现实生活中你也是笑草吗 有受到过特别的对待吗 我不太觉得我是一个笑草 大家可能觉得我长得好看啊 或者是帅啊 但是我自己是不这么认为 剧中是抓娃娃高手 你有了解一些抓娃娃的诀窍吗 现实生活中一般抓娃娃能抓多少 剧里面晨晨是一个抓娃高手啊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是那种佛系随缘 能抓多少取决于我钱包里边有多少钱吧 听说晨晨后期的时候特别能吃辣 你本身最多接受哪种程度的辣 我最多能接受的就是点辣 点辣知道知道是点 对一点点辣啊 点辣还有微辣 这就是我微辣是我就是已经是上线了 有一场戏是在火锅店 晨晨和顾川比赛吃辣 故意整对方当时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在一个 而且剧组找了一个川鱼的火锅店 就是那个里面 它的微辣对于我来说就是麻辣 那场戏的那个辣的状态是非常真实 剧中晨晨堪称恋爱专家 对爱情有自己的看法 希望晨晨子现场教学 如何才能引起喜欢的人的注意 教给你们三步吧 一 长得帅 二 穿得潮 三 会说话 篮球喜欢打什么位置 喜欢的篮球明星是谁 我打篮球什么位置我都可以打 我这个身高是可以打中锋 我运球也不错 然后也有一些投射能力 哪个位置都可以打 篮球明星是克莱·汤姆森 还有达米安·利拉德 之后还有什么新角色带给大家吗 有一个带播的古装剧 叫春家小姐试诵诗 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风流倜傥 但是有自己做事原则的世子 他叫韩卫 我称他为韩大人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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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九 一米九三 可能他不是品质 一米九有点夸张 一米九 他现在是不是一米八八 来让大家看一下啊 让大家看一下 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 一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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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气质 你主要就是去调一下你自己身形的仪态 因为我之前是模特嘛 然后也经过一些训练 我可以教大家一些 就是找一个这个一个墙面啊 所以假设这个可以是一个墙面啊 后期个 啊 哈哈哈哈 可以放一个比较舒缓的音乐 然后你的后脑勺 还有你的背 还有你的尾巴骨 然后就是三个点要贴上去 然后收腹这样 然后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对 我不睡 我就熬的 哎 就是我熬的 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带情绪的你知道 这个不是表情包 这个可以是那个动图你知道 坐下 坐上我的服务价 你大胆腾还是一样很热辣 有时太忙忙着把势力扩大 但是只要需要 但是只要你需要 哎 但只要你需要我就能把星星设下 来 哎 送给我的女孩 我 我挣的钱太多了 需要你来理财 你备不出活出想要的模样 就算无人欣赏 也有心哭肠 也有个疯狂 姐就是女王 哈哈哈哈 自信又疯狂 你若爱就狼 不爱我张望 女王 你觉得给自己打多少分 来来来来来 觉得80分是有了吧 你自己挑一套就尝一套什么一次 尝就尝一套好大 阿玛丁 我应该会用 阿玛丁 你把我应该会用 你把我应该会用 阿玛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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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追到樊智欣? 啊这个 这个东西你怎么追不行啊? 你看啊 你腿的 啊,你坐公交 啊,你打车 啊,你坐高铁,你开飞机 你坐飞机,对吧,你实在不行坐火箭 怎么着,怎么着都能,对着实在不行,你扫了那个 不想单车,啊,你也能追的 哈哈哈哈 想问大凡八块附机链的如何了?后期有机会 能看到吗? 既然是2021年的这个 这个Flag啊,你就要在2021年 完成,现在是5月份 对吧,我们离这个2021年 结束还有7个月呢,对不对 也有可能后期 就是会放出来 最近有没有电影或者书籍或者歌曲 想要推荐给繁星人的? 歌曲的话真的有几个 可以推荐的,我可以推荐你们一个 歌手,他叫 炮夫,他的那个列表里的歌 你可以去 循环着听,真的很好听 可以问一下大凡什么时候更新Vlog呢? 更新Vlog,我这个库存 我这个内存是买了又买 这个库存还是很满的 大家可以放心 你摆好了 就是这个 这样吧,我忙猜 好吧 就这个了 你为什么这么高又这么帅?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 身体发肤,瘦之父母 这个我为什么长这么高又这么帅呢? 肯定是取决于我的基因 我的爸爸妈妈 又高又漂亮又帅 所以我才这么高又这么帅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认识繁智欣吗?可以交个朋友吗?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可以的话,一起打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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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